我们现在的这里 在搞啥呢不行 我还没产过雪 这将是我人生第一次产雪 我们的车在这已经被困了 我们俩已经产雪产了半个小时了 然后这帮挪威人已经看不下去 我们两个女孩子在这弄 他们就出来帮忙 帮我们产这个铺上的雪 然后我们根本没有经验 根本不知道这个雪不产是开不上去的 然后这哥们拿出了他的铲血的机器 这边这个neighbor 他老婆要生孩子了 他30分钟必须要骑医院 他说实在不行要叫救护车 我们动用了高科技 我看到这个机器 我就想到了那个 食物袋在江湿里 你坐车不是四驱的 坐的是两驱的 所以他想 所以我被骗了是吧 对呀 这个铲坐了两驱的被人骗了 然后所有人都在帮我们动 我要动死了 这又出来一个 他要倒出 他要倒出 大家是边开边推 一直路跑着 我们所有人在玩水是卧底 特别有意思 一大群人只要有一个人会做饭就好 秘制酱料特别好吃 看看cc大厨现在给我们烤土豆 下一锅准备烤什么 烤肉 好 一看这手 一看这手法 专业烤肉20年 一晚上 卧底了 因为外面是雪灾 现在是雪下的到膝盖以上了 然后星成我们两天的都取消了 全在家里玩卧底 太上瘾了 看这两天雪下的多大 这个雪人都要被埋没了 今天跟这姐妹终于出来逛街了 今天是月二号 就憋了两天了 因为下雪 第一站他要去阿玛市 我们就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人 他就是各种慢慢埋 这一排不拎不拎的大牌子 刚刚在香袋对比了一下 他那个戒指 在挪威买比 四斤买便宜 他后悔了 终于理解了商场里 老公等老婆购物的心情 我觉得这挺好看的 这个是百搭的 汤好大呀 完了我没拍着呢 都要吃完了才想起来 这是水煮鱼糖醋小排 奥斯路的中餐本来就不多 这家平价还不错 离开奥斯路 在开往瑞典的路上 听着神曲 屋顶着火 墨河舞厅 这个我歌都没听过 来东北的感觉 他们从瑞典把车开到挪威查了边检 我们刚从挪威开回瑞典 没有人查边检 他查边检是查咽喝酒 那我们查咽喝酒 他们说没查护照 就开后备箱 看有没有酒精 我们在瑞典租的民宿 这个房子好大呀 我们10个人 两台车开过来的 开这个门呢 还是一个比较古董的密码箱 就里面放钥匙 自助来拿钥匙 还车了 我们刚在那边还完车 然后要在这边等巴士 去各个航站楼 好冷啊 这平常的副时度 没觉得这么冷 但是从温暖的车里 坐了几个小时 然后一下来 这个对比就觉得非常的冷 我跟你说 我人生第一次误鸡了 我们俩跑的登机口 只晚了三分钟 然后前面还有两个人 只晚了一分钟 但是因为它是机器的那个观察门 就整个系统就锁死了 所以说真的没办法 哇这个绿植挺好 是真的 你看它是真的盆在旺里种的 机场的食物还不错 这个是生三文鱼碗 而且我发现挪威的 不是瑞典的物价的确比挪威友好很多 这些一共44欧 要是在挪威估计60欧以上 我第一次住机场里边的酒店 你要两双 好 看一下窗外 登机楼 别样的体验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入 是代币 一个0.25那就是两块钱人民币 那那个铝瓶呢 铝瓶也能退 你看它自己是别呗 在德国它有这个标志 玻璃瓶没有但是玻璃瓶要融工去说退 然后呢这个有这个标志 你把这个瓶撕了就废了 走了 这个牛奶米是最好吃的 但是我之前就是吃寿司米 我可以说比寿司米还好吃 寿司米不很软吗 是日本的吗 这个不是德国本地的 但是它卖的很酥 德国的酸菜和我们东北的酸菜很香香 因为它炖排骨就好了 第一次见这种咖啡啊 就是连胶囊的那个壳都没有了 直接是一个豆 放在咖啡机里省了包装 房子都好好看呐 我现在在德国 这个叫安纳贝格的小镇 这小镇有上千年的历史 特别的美 主要是我朋友要过来办点事 我就陪他来 我没来过德国就逛一逛 感觉这边的建筑和奥地利蛮像的 一种清冷调 和北欧不是一个风格 这边的冬天比北欧平均高10度吧 就没有白血癌的感觉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家福建的林子里走一走 特别喜欢这种森林的感觉 瑞典也是这种森林 如果雪是30厘米厚 我们很可能要被困在这个小镇 之后柏林巴黎的行程 要么往后延 要么取消 因为明天德国大罢工 听说是农民罢工 政府给农民的福利有所减少 听说罢工要持续几天到两周 是一次比较大型的 他们要把什么拖拉机啦 农用车啦 开上道路来封路 这样会造成交通大瘫痪 但这种大罢工 还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而且信息会公开 比如说明天 4点半早晨到晚上9点半 是农用车站路的时间 然后后天星期二再说 就是和政府谈条件 如果条件谈下来了 那第二天可能就不罢了 如果一直没谈下来条件 可能罢工就会持续两周之久 有丑蒙丑蒙的 这个林子里夏天还有蘑菇 德国人不忘配上一瓶啤酒 小黄人 还伸个舌头 这有一个全眼 地上都是 这是向紫吗 这徒步非常短 因为我朋友怕冷 他穿上那羽绒服 我说他是大简友 他说我也是大虫子 这是甲克虫 常年住在这里的 就我朋友的朋友说 夏天在那林子里能看到小鹿 有野猪 有野兔 还有狐狸 前两年发出公告说 注意有可能有狼 但一般狼也不攻击人 他是在密林里 他不会在 就人走的这个戳友上 他们亲眼见到小鹿和妈妈 然后有一次他们家之前有一条狗 然后就突然撒腿又跑 然后原来是追两只野猪 不过野猪是体型比较小的那种 这么大 哦 还说夏天有种鸟 就羽毛颜色还挺漂亮的 就在树上听他那个声音 这种小房和小花园是可以出租的 就是没有院子的德国人 喜欢种花的 喜欢有小院子的 就租一块 租一年也行 租五十年也行 他们夏天就可以在这小小房里住着 然后打理一下花园了 当上爱好 但是冬天这小小房不能住 因为好像取暖设施不行 挪威有黑坦度假小木屋 要么是在森林里 要么是在湖边 而德国有这种度假小花园 这也挺有意思 而且常常更低 大串 我们冬天也室外烤串 新疆式的大串 这在德国叫什么这个烤炉 不是德国的 这是我让我们那个金属加工中心 按照中国的烤炉帮我做的 今天有所收获呀 我们来亚马路就是为了看堵着的 罢工的农用车 这不就来了一辆 这边一辆 那边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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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哪里要去呢 去烤炉帮 那边一辆 啊 全部都在 好 谢谢 一般的家 好 谢谢 我跟他说去烤炉帮 大潮湿 嗯 可是你过不去大潮湿 那个路口已经 绝了 哈哈哈 长剑是吧 就是带来食物啊 或者农民是大家的义食父母 这又是一个路口 这么多 他们在焚烧什么的 他们在生日 它冷 太冷了 回去吧 回去吧 更大的车在做预备呢 它还没上路度呢 这是以文明的罢工形式 来争取自己的利益 也挺好 山顶的一个小饭店 小咖啡 我以为是教堂的 其实这种霜的感觉 特别像挪威入秋的时候那种霜 这观景台能看整个安纳贝格这个小镇 你看我一个人来徒步 哇哦 走一走又看到山谷里的小镇 其实不是山谷 以后我可以看见 是什么 又是在尽 或讨厌 有什么 啊 真可爱 有什么 本来想问了 员 嘻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